我講一個簡單的大綱方法 大家可以學習 學習了什麼經文一看就立即有個大綱 有什麼好處呢? 有時候我們全福音都是有個大綱 根據這個人的需要 我們不能夠說 先讓我想想 第一跟你說什麼 第二跟你說什麼 第三跟你說什麼 可以這樣 還有我們侍奉的人 譬如有時候去輔導 譬如去宣教 有個人立即說有些情況 我們立即要處理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慢慢想 或者甚至有時候 有人跟你說 今天你可以說訊息嗎? 你別以為不可能 這個大綱方法可以即時有的 即是可以重複用的 首先是什麼呢? 是人 其實為什麼由手呢? 有幾種可能性可以說的 就是用這個法揚神 屬性廣道法 裡面的幾樣質素 而其中一件事 就是人的反面例子 為什麼用人的反面例子做先呢? 因為人是這樣的 你說神的正面 有時候是可以的 但有時候人必有心的 但用人的反面例子 當人聽到 當人有這個問題也挺慘 挺辛苦 他就會醒覺 然後神在這方面的恩典 人的反面例子 神的恩典 可以有一點就是 為什麼人得不到神的恩典 然後第四就是 就是如何 然後後面的就是挑戰 挑戰祈禱 就是這四個部分 大家跟我講一次 人的反面例子 神的恩典 為什麼人不能活出這個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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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人能活出這個恩典 如何能活出這個恩典 如何能活出這個恩典 或者得到這個恩典 或者得到這個恩典 好了 這個經文 真言四章二十三節 你要保守你的心 聖我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人的問題是什麼呢? 你要保守你的心 你想不到相反就可以了 你要做一件事 做不到就是相反 你要保守你的心 相反就是什麼? 不保守你的心 不保守你的心 即是給什麼影響? 罪 對 即是心裏面的東西 凡是心裏面的東西 因為這裡說到心 就是包括什麼? 罪 還有呢? 妒忌 你可以分類別 妒忌是屬於什麼呢? 其實有負面的思想 因為思想就是覺得 這個人是不配的 是一種藐視他的看法 一個思想 也有負面的情緒 負面的思想 負面的情緒 還有很多其他各樣的心 或者一個心不靜 就是我經常想得到利益 我想得到什麼好處 這些例子多不多? 好嗎? 好 實際上有些人 有些例子是人聽完 覺得很震驚 什麼震驚呢? 比如你想想 有些什麼人 他不保守他的心 他的後果很嚴重 用什麼例子 會人更加震驚呢? 震撼呢? 殺人 殺人是 但是我們因為講信息的對象 是基督徒 基督徒比較少殺人 多數基督徒 在基督徒來說 覺得很震撼 就是有些人會這樣 都會將他不保守 他心意志的後果這麼嚴重 在基督徒來說 一些什麼例子 會令到他震撼? 大聲可以說 是自殺的 是自殺 特別說到基督徒那方面 基督徒覺得很多時候會妒忌 有時候他帶師帶得好 他自己不夠 他又會妒忌 好 這個例子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一個人的妒忌 以至他苦道 鬥爭 教會分裂 那些人聽到 原來只有一個意念 就覺得 看得過眼 為什麼他比我厲害 或者其實他不是真的厲害 那些人喜歡他 只是我不喜歡他 引致 整個教會分裂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又拔人 說他壞 那些人就說這班人壞 兩班人就鬥一鬥一 整套教會破裂 這個一種情況 就是人家聽完會覺得震撼性 其實信息也是 我們想人家聽完 覺得很重要 一定要處理 不能夠不處理 那就有震撼性 信息我們要震撼 不是要製造假局 是真的情況 真的會震撼的 還有什麼震撼性 沒有保守他的心 一生的果效是不好呢? 有沒有其他普遍的例子呢? 我們想到震撼性 雖然有很多情況 有些情況 讓基徒更加會覺得很大件事 就是整間教會分裂 或者有些情況令到很多人受傷害 或者也可以說某一個人 或者自己說到 我以前未信耶穌的時候 一信耶穌覺得很好 然後回到教會很投入 誰知道後來 當發覺有些人裡面紛爭 不喜歡某一個人 排斥某一個人 或者自己服侍的時候 有其他人有負面的說話 哇! 覺得很辛苦 其實我自己也經歷過這件事 我信耶穌的時候 我服侍是很開心的 誰知道我一做牧師 第一就是有一個同工 他有負面的批評和言話 結果是牧師要處理的 就是主要牧師要處理 處理這件事 當時來說 因為我初初開始侍奉 很大的傷害 很大的不開心 當時教會也造成一些問題發生 這就是造成人的傷害 可以很大的震撼 而另一個就是人物 牧師傳道 或者是教會裡面侍奉的人 上台的 當他沒有保守他的心 因為嬌無貪財 或者是女色 或者是他戀藥犯罪 結果 沒有保守他的心 整個教會可以 那些人不想走 或者是整個教會分裂 我們真的看到 原來沒有保守他的心的後果 即是我們講這個部分 就是想達到這個目的 神的恩典是什麼 神的恩典是什麼 謙說 但我們要用回這個 保守你心這件事 神是怎樣 他的心是怎樣的 他是柔和謙卑 對比,人的心經常有不靜 就算是很投入侍奉的人 我們說出另一點就是 很好的人,也會有些地方有些口口 也會有疾度、自卑、驕傲、其他問題 神對比是怎樣? 人總會有些不好,神是怎樣? 是完全完美的 其實我們越看到神的工作,我們越震撼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神的恩典 其實我們說神的恩典的時候 能夠說出別人覺得神很好 我曾經跟一個人處理他的問題,也挺大 但是這個人告訴我,神如何感動和安慰他 我起初有點不太強 有問題,為何神要安慰他? 為何神要感動他? 為何神要指責他? 但我看到神的問題 就算人有不好的人,神會指責,神會帶領 但神也會安慰的 我想問問大家,當你做得不好的時候 神是否只指責你? 神會安慰你? 神真的很厲害 人是很難做得到這個人 當人有不好的時候,我們總是告訴他 但在這個時候,他安慰這個人 他是做得不好的人,要安慰他 人來說是很難有這種寬廣的心 但是神有這種寬廣的心,我就更加體會神這種寬廣的心 就是神看到人不好,他真的會用愛心包容,去憐憫 他裡面完全沒有瑕疵,是非常好的 我們看看神的心永遠都是最好的 好了,為何人不會有神這種質素? 神的恩典就是他的心這麼潔淨,這麼愛,這麼聖潔 為何人會沒有這些質素? 人在罪中 對,人在罪中,還有些什麼? 罪廣闊,我們要狹窄他 有些什麼質素令人難於保守他的心 因為我們的主題是說保守心 我們從頭到尾都說保守你的心 人心比萬多貴窄 但我想你講一些例子,為什麼人會難? 驕傲 你講這些名詞是很對的 不過有些人聽到是沒什麼意思的 因為是驕傲的 對,驕傲的 不要,不要驕傲 每次詩說是很普遍,我們如何形容出來 驕傲如何形容出來 讓人知道,人為何這麼難保守他的心 用什麼方法形容呢? 為什麼驕傲的時候 為什麼當人成功的時候 他的心很難潔淨他的驕傲? 為什麼? 因為他當他在公署的時候 他已經是沒有了一種敬畏為神的心 他覺得他現在這麼聰明,沒這麼成功 就是自己的聰明 他不會放神在第一位 如果他謙卑下來 他知道現在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賜給他 那麼他就不會這麼聰明 對,沒錯 你說得出情況 但我邀請你說的時候 都將經文放進去 怎樣呢? 我現在再說一次 但我用經文放進去 當一個人的事務很有能力 或者某些事件很成功 他就開始覺得自己 嘩!我真的比其他基督徒更聰明 我們一起信耶穌 嘩!我快進化過他 我們一起全方 我又帶領多人信耶穌 我的小組特別多人 在這一陣子他不防範的時候 他就不記得保守他的心 他的心就變成認了 覺得自己夠好 他就會 心開始覺得自己一個人 他不知道這一陣子 他就沒有保守他的心 我所說的 你有沒有聽到一個分別 我是一直用回這個聖經的字眼 讓人看到 原來這一陣子 當你一覺得自己厲害 那一陣子 你就是沒有保守他的心 其實你可以講不同的例子 譬如自卑也可以是 怎樣呢? 覺得自己沒用 我真的做不到事 你個個都做到 是你們個個訓練都侍奉到 我做不到 他又不知道原來沒有保守他的心 因為神說了 我們個個靠著 家給我的力量 凡事都能做 但他沒有相信 他總是停留在 我不行的了 沒有用的了 你們做吧 我看而已 他不懂得 原來我沒有保守我的心 他就永遠是一個自卑 永遠覺得自己沒用 永遠都不會再提升 他就浪費了他的命 一輩子就浪費了他 就是因為他沒有保守他的心 看到神的價值 一路自卑 以至整個人 真的 他想他是沒有用 他真的變得很累 那就是又用經文 又將實際的情況 能夠別人看到那種真實性 另一個例子 就是教會分裂 是否有些人特意 我要回來教會呢 未必的 他只是甚麼 我不強他 他做的事我不強 為甚麼不可以 為甚麼不可以這樣懲罰他 為甚麼不可以這樣處理他 或者這個人應該要怎樣罰 總之他有這些負面的立法 或者我見到他 我就眼火爆 我沒辦法頂得住他 就是這樣 開始做甚麼 他沒有保守他的心 開始跟隔壁的朋友說 他真是很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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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都一起認同 越整越大 勢力越大 然後 甚至 帶到執事會 不是用一個建立他的方法 每個都在說他壞 結果 執事會有些人說 我們幫他 幫不到 沒用 幫甚麼 兩班人分裂 分裂 結果教會分裂出來 有些人不強 為甚麼不是這樣處理 有些人說 我們用愛心 就是不能夠大家 聊一聊 就是沒有在當時處理的內心 用他的心 游得好像野馬 游得野馬 你有沒有看過人 第一次騎上 他一定 那隻馬 不斷把我們彈出來 有些人的心 就是野馬 他是不聽話的 不保守的心 就是野馬 就是不保守 好了 我們如何呢 時間關係 我自己快快說 如何 首先我們要知道 我們哪裏 夜馬在哪裏 我哪件事最難搞 我哪件事最難 就是 我怎樣難以處理 我有些甚麼潛在的意念 在我裏面 我不服氣 我覺得人要尊重我 我覺得我是特別過人 所以我應該受更多的尊重 我覺得 甚麼甚麼 我的意念 我的意念 是 我能否用聖經去看分別 以後 我在神面前來服神 我有些意念 是以自我為中心的 求你射滅我 這是第一步 知道我真的有需要處理 這是承認我的錯 然後我就開始找一件事 不要找那麼多 一件事 這件事很難服服的 我開始用聖經的觀念處理 第一 認錯 在神面前不認錯 第二 我開始說 我總是看到人的不好 我很難接納他 我就生氣了他 我怎樣開始用聖經的觀念 聖經的觀念就是 我能夠看穿他 連穿他 因為耶穌來就是尋找罪人 耶穌就是連穿罪人 耶穌不是來罵罪人 那我就去連穿他 為祈禱祝福他 雖然他要處理這些問題 但我也是連穿他 我就開始管理我的心了 我就開始 我的心好像一隻馬 有一條僵繩要扛著 我的心不再惹馬 是有一條繩扛著 我本來想生氣 本來想講閒話 我現在扛著自己 並且最好不是強行扛 而是我自動 即是馬忽然純了 很開心 即是馬忽然純了 即是我們掌管我的內心 最好不是好像 最初要扛死的 即是要扛的 在罵人的時候 即是要扛著 但你長期這樣扛 沒什麼用的 一定要裡面處理了 我連穿他 所以我能夠祝福他 這樣你的心就鬆了 這就是一個方法 即是說 我首先知道我哪個地方有問題 我要認罪 然後我用聖經的觀念處理 然後我親近神 讓神 聖經的句話很好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 發出善行 這個善在我裡面 我就自然地 喜歡人 關心人 幫人 將我裡面的性質改變 這就是如何管理 就是一個 將我裡面 給神的改變 我的質素 這個簡單的大綱 用了很多主題 大家再講一次 第一是 人的反面 例子 即是人的問題 第二是 神的恩怜 第三 為何人得不到 為何要用這個 因為 你講了神的恩怜 然後就跳跳到最後一步 當你不知道 那個問題在哪裡 的時候 你要處理什麼 就是要知道那個問題的嚴重性 然後就是 如何去做 而過程 一直都是用聖經來解釋 過程也是充滿信心 對神的回應 興奮、開心 被那個信息激勵 我會分享 那大家 我今天講了信息 遲些之後 你都回家試試試 我又寫了大綱 又試試講一下 六支音可以傳給我 這就是做功課 你做到 你將來就可以一步步提升 不是很難的 這個講道法很簡單 很簡單 簡單的四點 有事 你做到的 你做個符合 真的嗎 那些人 還請就… 那些人 我會想說 做得好嗎 你一定會吧 我是居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